年底九和一大選 同一天也會進行十八歲公民權的公民覆決 中選會監視舉行記者會 發佈這一次的憲法修正案公告 這個公民覆決的公告 還有相關的投票細節 我們除了舉行地方公職人員的選舉之外 我們同時要行使史上第一次交由公民覆決的 憲法修正案的公投的權利 我們領領頭 你領了選舉票之後 不要忘記還要領公投票 立法院日前已經三讀通過十八歲公民權的修憲案 後續由中選會辦理公民覆決投票 決議是在十月二十六號進行 那麼這一次所有的投票權人 預計有一千九百三十萬人 手頭主佔了約七十六萬人 若年底覆決成功 公民權將下修 只要年滿十八歲 就選舉罷免創制覆決等權利